这是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退选后 首度和前总统马英九同台 两人原本只是握握手 突然变成爱的抱抱 真的是一个抱两样情吗 虽然意外同框 但却是郭董的精心布局 托马英九背书 他难道看不出来吗 还刻意留下这段话 列解蓝铭的用意相当明显 即使马郭两人是好朋友 难免让人觉得马英九不是被设计 就是坐实外借他 轻锅黑寒的看法 但是郭台铭一度要参选总统到底 和国民党撕破脸 还和柯文哲结盟进军国会 瓜分的都是泛蓝的选票 这个画面让支持者相当混乱 连自己人都很难帮马英九缓夹 那是多年来的情谊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们尊重他 不过我们也要求郭台铭 能够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网友说不对吧 果冻不是不要国民党了 这时候又来蹭马干什么 也有人骂老马不够意思 应该报韩国瑜才对 甚至提问该不该开除马英九 那帮国民党交朋友啦 马郭向来交情好 骂起合体报一下本来没什么 但是7号晚间建言会 挺含后援会成立 马英九选择缺席 距离选举不到100天 国民党前线吃紧 马英九的差别报报 让人质疑公私不分 不见政治领袖的高度和格局 记者彭馨仪综合报道